缅甸军政府顾全大局交出了白锁城等电炸头目,但中国不能太乐观,电炸清零目标若要实现,妙瓦底园区就必须铲除,娘来会再配合中国一次吗?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实践的见证者。 据报道,缅甸警方向中国移交了白锁城、白银舱等10名电炸恶手,后者乘坐的民航包机于1月30日晚正式降落于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对于中缅联合打击电炸取得的成果,很多人表示欣慰,认为缅甸就此走向正途,这个以旅游业和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将重新焕发生机。 然而我们可能对此乐观了,须知,妙瓦底电炸园区无论规模还是破坏力远胜果敢电炸园区,且受到了地方军阀免44师的强力庇护,中缅想要打赢这场硬仗需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从人员配置上,免44师下属数个重装营,人数超过了7000人,拥有包含无人机,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箭,装甲,坦克在内的各色装备,其依靠地形优势,长期和免政府军, 和支持昂山素季的克伦军周旋,娘来为了维持形势上的统一,不得不为以苏其都率领的克伦边防军重任,并授予其免44师的正规军番号,然而苏其都不仅不对此感恩,反而愈发的膨胀和放肆,其竟然于1月22日前后公开打出独立为王的旗号,致使免44师不受军方节制的原因众多,首先,苏其都可能认为免军大势已去, 苏其都看到免军近半年来作战过程中处处被动,处处挨打,一点像样的反扑都没有,在免北被果敢同盟军三兄弟打得落花流水,基本上完全对善邦北部地区失去了控制, 其他帮,其他省也是狼烟四起,苏其都应该是见风使舵 他可能认为缅甸军政权大势已去,所以与其和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绑在一起,还不如脱离他而独立,脱离了军政权之后,苏其都变成了自由人 他有可能向昂山素季政府示好,也有可能和其他民地无绑定在一起 此外,苏其都并不缺钱,不缺军饷,苏其都所控制的妙瓦底,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摇钱树,别说四十四师,要向缅甸中央领工资和福利了 就他自己所管控的诈骗园区所得的收入,就已经足够养肥这支军队,如果缅甸军政权真心要打击电炸 那么,苏其都的电炸块肥肉日后可能就吃不到了,苏其都舍不得妙瓦底电炸园区这块大肥肉,准备自立山头,继续从事绑架,贩卖器官 诈骗等见不得光的下水道产业,之前咱们提到过,缅甸来派苏文中将去和苏其都谈判,意思很明显 就是想挽留苏其都,不要脱离缅甸军政府领导,谁知道苏文中将并没说服苏其都继续为缅甸军政府效力 反而苏其都执意要另立山头,双方就这样谈崩了,谈崩过后不久,苏其都就急不可耐地宣布脱离缅甸军政府 趁以后不再接受缅甸军政府的军饷和物资,也不再接受敏昂来军政府领导 当敏昂来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发誓要派重兵剿灭苏其都的四十四师,不剿灭是不罢休 确实敏昂来这次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已经派两万大军围剿苏其都的四十四师 虽然还没正式开战,但火腰味很浓,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打起来 正在局势持续恶化的时候,苏其都的四十四师发生了一起大事件 足以惊出苏其都一身冷汗,事情是怎样的呢? 就是1月29日这天,不知是谁对苏其都的四十四师突然进行了斩首行动 一架在有四十四师师长和另几名军官在内的直升机被击落 四十四师师长埃民脑身受重伤,包括在直升机上的五名军官也身受重伤 虽然报道称为重伤,但是从现场画面来看,很难说留下一条命 目前还在进行抢救,不知能不能抢救过来,还是两个字 毕竟几人伤势很重,即便能抢救过来,也是半残废,再想指挥就有点悬了 这对于苏其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还没正式开战,就折损几员大将 这不是吉祥之兆啊,恐怕苏其都凶多吉少,不死也要脱层皮 不过呢,这件事发生过后,缅甸政府保持沉默,没承认是自己干的 周边其他地方武装也没承认是自己干的,这件事还是个秘密,秘密是秘密 但苏其都第一时间也会想到是谁干的,缅甸军政府是脱不了干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苏其都四十四师没脱离缅甸军政府领导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刚刚一脱离缅甸军事政府领导 四十四师就遭到了斩首行动,再巧也没有这要巧 您说是不是?所以,这次斩首,行动是跟缅甸军政府脱不了关系的 不管承不承认,所有证据都指向缅军 何况敏昂来发誓要剿灭他们,这就更加印证是敏昂政府军干的 目的就是想通过斩首行动,警告苏其都,这就是你的下场,威胁意味是很浓的,苏其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同时也提醒了苏其都加强自身防范 纳米昂来想斩首苏其都就没那么容易了,除非缅军打败或消灭四十四师,才有可能抓住苏其都,能击毙更好,出一大祸害 目前妙瓦底存在两个难题,第一个就是电诈问题难解决,作为克伦邦最有实力的民地五克伦边防军,深深扎根在妙瓦底,保护电诈产业 不允许包括缅军在内的任何势力进入,检查 早在今年九月份,众缅泰三国联合执法就遭到了闭门耕,而作为电诈保护伞的头头苏其都,更是软硬不吃,哪怕是肯交赔付,也不肯直接放任 虽然克伦民族解放军扬言要进攻妙瓦底,但前面依然有缅军顶着,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果敢战士,四大家族几乎是没有出什么力,因为还轮不到他们上 同理苏其都也是,手握六千人的武装,也是敢公开叫嚣的原因,重要的一点 苏其都及其下属的手上沾满了太多中国人的鲜血,其惧怕中国秋后算账 因此,本能的和缅甸军政府做了切割,也许苏其都独立时认为自己是自由人了,可以随心所欲的从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收保护费 但其实不然,苏其都独立之后,如果再为妙瓦底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提供保护 那么各方势力可能都会来绞杀他,以前有缅甸军政权的保护,现在失去了军政权的保护 那么来自国际的压力,来自民族地方武装的压力,来自民族团结政府的压力都会接踵而来 电诈清零,妙瓦底不能成为漏网之鱼,预测一下缅甸接下来的走势吧 其一,妙瓦底电诈园区必须清楚,不能出现任何打折,敷衍,走过长等现象 考虑到仅国杆地区,缅甸军方向中方移交了约4,4万名电诈嫌疑分子 估计比国杆电诈园区大数倍的妙瓦底KK园区若被清讲 其向中国移交的电诈嫌疑分子的数量一定会突破大家的认知 未尽可能地让电诈分子迷途知返,避免漏掉一个人 中方就得协调缅甸军政府,三兄弟同盟 甚至连军政府不对付的昂山素季所属的克伦军,克耶军 也得在电诈清零问题上贡献力量 其难度有多高可想而知 其二,免四十四师覆灭的命运已经注定 缅甸军方移交白锁城,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等电诈恶手 表明中国的施压起到了明显效果,遏制住了电诈,赌博,人体器官买卖 在缅甸泛滥的态势,这种情况下 免四十四师继续做妙瓦底电诈园区的保护伞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因此,苏其都不能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有重兵在手,就能对抗大国机器 这种想法会加速免四十四师的灭亡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随着电诈清零计划深入 中国向更多电诈恶手发出通缉令,那么免四十四师将会出现内讧 而苏其都也将丧失对部队的绝对控制权强调一下 免昂来这次是真的行动起来了,和之前对中国的虚语尾夷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缅甸军政府放出的消息 1月23日,缅军在山邦南部南桑镇逮捕了超过1000名 涉嫌参与洗钱和网络诈骗的中国籍嫌疑犯 此外,苏其都独立之后,力量一定会变小了 那么那些电诈园区的老板是不是还能够认为他是可靠的后盾 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电诈园区的老板会不会及早抽身 也说不定,说明缅甸军政府认识到了错误 开始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我们不禁反问一句 如果免昂来早知道电诈泛滥会影响缅甸稳定 甚至造成分裂和战争 其还会纵容四大家族,免四十四师等电诈武装吗 有些事就不能上秤,更不能公开 如果免昂来依旧抱有侥幸心理 那么缅甸彻底失去控制 将是板上钉钉 给免昂来一点建议 现阶段应该趁热打铁 坚决扫清妙娃底电炸园区 征得中国的谅解 将带给自己更多的生存时间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实践的见证者 那么小带给自己更多的生存 非常可谨 非常健康的